舌头没有不碰牙的 锅也没有不碰勺子的 两口吵架这件小事情 那不是很正常吗 你干吗要吵这个心态 当年我那么难理 你是要死要活的去追他 还说输啊 我非他不举 你没忘记吧 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 那么难都过来了 难道这件事情还舍不住吗你 这个东西真是叫什么 叫做大江山义 守江山难 这个事说得没错 但那么多人都跟着你们呢 你们也拿出点领导的气鼓来 好吧 员工要是都知道的话 人心就乱了 我跟你讲啊 就不考虑公司 我单纯考虑这个家 我又何尝不想让他回来呢 那就得把他接回来 您等我过两天踏踏实实 再去不行吗 我马上飞欧洲 你不要老催我 你飞归你飞 但是家里也要把他搞踏实 不然你飞得也不踏实 表演说 预助这个人你不是不了解 你难要把他热机的话 这是应为什么吵起来的 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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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伊卓士计较小事的人嘛 就别跟我来这一套了 谁啊 我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 你上里边坐 您随便坐 我 我 我给您倒点水 有老公 有孩子 怎么不就住在这里呢 酒店没有好的绿茶 这两天见了陈翔和了吗 见了 在公司见了 整个人瘦了一圈 跟丢了魂一样的 让人看得心疼 他这样怎么就能够工作呢 让我回去 尹主 叔跟你说句讨心我的话 当年叔我对不起你 你进这个家门真是太难了 你说你跟 江河分隔了八年 又重新聚在一块儿 真是不容易 怎么现在就是我走就走了呢 叔 我没想走 那就回去 跟叔回家 他陈江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叔给你做主 风筝没有险飞不高 你就是陈江河的一根弦 陈江河 陈江河 我告诉你啊 以后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你就给我滚出去 滚出去 叔 先去坐会儿吧 我就不进去 我回我自己的家 我习惯那里了 好好好 放心 我慢点回来啊 嗯 你穿成这样 是一会儿还要出去谈事吗 没有啊 那干嘛趁趁这样 好 没看 准备 就是 你的臉 你热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许多问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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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这份传单得希望你过去 陈总 陈总的 王旭 陈总 陈总 你 你继续怎么来了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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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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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你长得这么好看 没有人看 多可惜啊 洛玉珠 这一笔我记着啊 别客气 不用谢了 是我啊 来 你去吧 文科先生的行为怎么调 行 行 我所首数超标 怀疑工人长期暴露在迁 纵路环境 欧文星标准将 出裁对中国手势 五金启动调查 来怎么也不 给我打双招呼啊 你手机不是没信号吗 怎么跟你打招呼啊 你这 你下次记得说一声吧 谁把我袜子和内裤给洗了 你还好意思说呀 我洗的 再不洗的话都长毛了 臭死了 快 借你花衣 你 你以后别动了东西了 修衍 你进来 你赶紧进来 进去 我得马上回家啊 我得马上回家啊 骆总 您看一下 这是国外十几个单行商的 退购单 都在这儿 给秦总送了 我去了好几趟了 他谁都不让进 中午饭都没出来吃 到家中午饭都不让进行 你去工厂 先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澄清一下 我们的产品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去工厂了 销往欧洲的货降价处理 其他的货收到其他地区 我再问你问题 你听听好 你是不是去工厂了 欧洲市场可能我们要考虑 暂时放弃 等时机 暂时放弃 等时机 那然后呢 然后你给我少处理 注意一下你在公司的董事长形象 好 你跟我讲形象是吧 我现在也跟你讲讲形象 你知不知道怎么样 才能挽回我们欲助极端的形象 就是召回欧洲所有的产品 停工停产 陈董事长 1995年那个假货事件之后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气 你是在做生意 不是在跟谁赌气 我没有赌气啊 我非常理性地一直在想问题 我想了一整天呢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我想的东西都跟你一模一样 就是怎么淘宝 那问题那是错的 你知道吗 那什么叫对的 你想了一整天办法 你算过账没有 这样我们要死是多少钱 拿什么养员工 停 停到什么时候 停到我们找到 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罗组 人也好 事也罢 危机存亡之秋 最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 壮实 断腕 老化 你有没有听说过 我读书啊 我真的听不懂 我只知道无论如何 生产不能停 我已经给东南亚的 销售商打过电话了 三天以后 可以把货发过去 那我通知你一下 我已经跟各个工厂部 交代清楚了 让他们停工停产 我知道 所以我去了工厂 让他们恢复生产 我陈江河 通知各个工厂 从现在开始 生产事宜 听我一个人指挥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厂家不得擅自恢复 你说得给签筹 全面了这个事 进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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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报纸上写的是 咱们中国的首饰 签筹标 欧盟要跌入调查 您说您这股份 撤得也够及时的 要不然 也跟着受损失了 要不怎么说 这姜是老的辣的 来 赶紧走了 上了啊 这 哪来来 我没收拾行李 把他看出来 小玉 干嘛呢 来让叔叔看看 小玉 听叔叔说啊 明天呢 叔叔就要跟这个漂亮阿姨啊 走吧 你 你 乖乖的 跟着 爷爷 在这儿 好好地 念书 等着 叔叔 回来 好不好 好 不过 你 是个 坚强的 孩子 是不是 小玉 不许哭 不许哭 把眼泪 擦干净 把眼泪 擦干净 还记不记得叔叔 给你讲的 过去的 过去的事情啊 大大了 没有了 妈妈 抱着叔叔 说什么了 不要 苦 要坚强 要让 别人 瞧得及 我们 对不对 对不 对 咱们都好好地学手语 学好手语 叔叔就能跟你讲 爸爸妈妈的事情了 你 虽然就对你 有点太残忍了 但是再苦再难 咱们总得面对呀 就像 就像叔叔 学好时候 爸爸没了 现在家里 又发生那么多事情 但是我相信 这些总会过去的 你会过去的 你会过去的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归举虾 费尔南德占领了道德高点 所以不管我们怎么解释都是被动的 人们会先入为主 赞同他否定我们 所以我们不能做无力的辩解 越辩解越糟糕 行啊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深了 球员同学 什么时候到这个高度的 我怎么就够深的了 我了解这些只不过是因为 我爸曾经写过一篇论文 但是没有写完 论文主要讲的就是商品不只有商品性 还有人性跟周期性 后来是我帮他完成的 在哪儿呢 给我看看 我才不给你看 你别这么小气行不行啊 你傻呀 我能随身带着吗 我回来打算用这篇论文 报告斯坦福商学院的 想出去深造一下 斯坦福商学院 那 那个可是最顶级的学校 你考上了 我考上就不回来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 论文的作者不能有两个 这样算违规吧 我把我爸的名字也写在上面了 清醒 清醒啊 清醒你没考上 不然的话 我又得等好几年啊 你干什么 没事 喝水 我问你等什么 你说清楚啊 对了 既然咱们已经知道了 对手的战术 我们就得考虑一下 该如何应付呢 来 看看 你看 你看 怎么了 爸 郁珠公司出雷了 这要比造假那次的事还大 你马上去问问 我已经问过了 怕您着急就没跟你说 我哥 我哥跟我姐 还因为这事大吵了一架 两个人一见不同意 这也不应该说呀 就出来了 陈将不是想学秋云节 当年广场烧货那招 可这回不一样 这个事情多大呀 这个事情多大呀 再也不能有他人的心子来了 也不知道陆一出 能不能拦得住他 妈 是我 我们到一屋了 你赶紧跟我爸说 他们这招叫做借规去瞎 咱们不能躲 要从宣传上下手 我爸也想到了 好 那我们一会儿去公司找你 好 好 我知道了 嗯 妈 球员 咱们一会儿去公司叫小军长 门口全是记者 还有 商城还不能去 现在铺天盖地的 全是负面消息 我妈说一会儿 让咱们去公司 搞一个新闻发布会 会有几个视频厂商 也跟咱们一起参加 台湾员计划吗 既然负尔南德 用了借规俱瞎这招 我们怎么也得表示表示 你能保证查不出问题来 三个月前 玉珠集团 刚做完内部体检 放心吧 来 来 来 吃牛了 快快快快快 给我五分钟 一会儿带你们去想新闻 别大提 大家都听好了 王总已经开了 六辆宴血车赶往各场 为难你的工人 做免费的宴血活动 作为公司的员工 我们要季节参与 玉珠集团的这次宴血活动 各部门迅速协调新闻媒体 还有各场的卫生部 我们要打好这一仗 一定要把这次工业广告做好 而且声势越大越好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好 去吧 来 推去吧 来 走 走 走 邱总 这是您的桂架 谢谢啊 这个事您就别担心了 我不是路上 都给您说好了吗 是吗 你看 你小子还真行啊 比你爸可猛多了啊 这叫什么呀 兵走险棋 对了 夏宝宝 你可给我电话里说 有信心的 没有问题吧 是啊 肯定没问题 几个月前刚提现货 其他的我可不敢保证啊 好 我们啊 做事情 就得做到明面上 至少我们自己 先要做得主动 大家伙的思想工作 都做得差不多了吧 工人们都愿意配合 毕竟是免费检查嘛 常常好 黄总 大狗 你不允血吧 大老爷们哪儿能哪 我今天要限四百呢 好啊 行 这样 一会儿限血 凡是验血合格 有主动限血的 玉珠集团 给大家伙发补助 好不好 好 还有什么钱啊 大伙前段时间 被这新闻整得给我呛 今天都去跟我写 就是 我们不奉献 谁奉献啊 来 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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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请问这次谢谢活动 您有什么感想呢 天宝 巧姑姐 这个是一些烟跟一些酒 还有这里面是一些衣服 都是摊位上自己卖的 拿着 这 姐 这我不能要啊 你就拿着吧 确实是一点点心意 这回你真的是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 要不是有你的话 那不是应该的吗 再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 对对对 再说这 这要是让我姐知道呢 她肯定得说我呀 这什么话呀 你姐就是我姐 你也是我的兄弟 那姐给的东西你能不要吗 不要 就是瞧不起姐啊 那 那什么呢 你就收下吧 好吧 行了 行了 你上班吧 我走了啊 再见 你看你这身体 就不该陷那么多血 快快快 就是 这身体还陷血 慢点 夏伯伯 咱们这儿有红糖吗 哦 我先准备 好 当后 走 你逞什么能啊 我没事 什么没事啊 刚才一下就晕倒了 你吓死我了 对了 我妈看见没有 看见了 说她是儿子辛苦了 要是我爸也能看得就好了 你是小孩子呀 刚才还像个领导呢 现在怎么跟小孩一样 你缺表扬吗 我没长大 我本来就没长大呢 哎 哎 你还没夸过 你夸过我 你夸过我 我看你是没事了 那我走了 哎 不行 哎 水源 水源 哎呦 头晕 你这 过来 你这叫我靠了 哎哎哎 哎 不行 晕 哎 用手 好吧好吧 哎 你别 你别摸我摸我头发 发型 我 你 你到底真的假的 是真的 真的 哎 疼疼疼疼 跟你聊这么一会儿啊 我是真的觉得 你的实际年龄 跟心理年龄 严重不符 杨总真是好眼力 我心理年龄 确实比看上去要老一些 可能是因为 经历过一些事情 让我的心跑得快一点吧 我可以问问你 经历了些什么吗 我父亲去世那年 我出了国 我们两个有相同的经历 同样遭遇过重创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杨氏的危机已经解决了 我求贤若渴 我可以出双倍的年薪聘请你 附加条件我们都可以谈 那你就真的没有可能了吗 这家商学院是世界上排名 第一 也是我前一段时间 最想收到的录取通知书 是我恩师极力向我推荐的 所以我选择放弃 我选择放弃 因为玉珠集团 我跟玉珠集团不是雇佣关系 跟跟金钱无关 你为王旭 还是你干爸干妈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姐妹 甚至好朋友 在我这儿 你不会成为附属品 附属品 杨总 你有点挑拨啊 邱嫣 我是真的很关注你 很遗憾 好吧 答应我 我们就当 今天没有见过面 好吗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大家听听 我从Yi Wu有新闻 我个人 不想让他 他会讲解释 所有的问题 当他到了 现在 我保证 那些东西 没有问题 我们 会有 折扰的价值 人 我相信 我认为 看 别闹担心 好吗 有了您的帮助 我终于可以跟董事会交差了 要收获这么大量的食品 我尽见 对我们来讲 是从来没有过的 阮先生 您这么帮我 我真是无以回报 要不这样吧 我们杨氏一定会尽力 帮你打开国内市场 杨小姐 客气 真的 不打算再有附加条件吗 你千万不要多想 我袁婉雄 崇丧那么多年 靠得不是趁火打劫 如果玉珠集团需要我帮忙 我也会答应 只不过 消防不了杨夕 减不到量而已 但是有一些外国的媒体 说我们的工人 是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的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们在搞这次献血的活动 好像玉珠集团 不需要我帮忙 而且玉珠集团 还会向社会不断地献血 老子英雄 儿子好汉 老子英雄 儿子好汉 我自己的公关总算做得不错 这家族有异性 来 你这鼻炎够厉害了呀 来势汹汹啊 这还算好的呢 以前更严重 怎么弄的 真想知道啊 我跟我妈去苗波以后 却没说过他家里一天 我激宿 住大学生宿舍 后来呢 就开始勤工俭学 自己租了一个房子 办地下室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 落下的冰根吧 就是那种又潮又音的地下室 就是 经常会有蟑螂出没 晚上的时候呢 还会有老鼠 就因为这个我还养了一只呢 小老鼠啊 晚上叫的都睡不着觉 没了 我觉得你二住在那儿 你肯定会被吓死的 干嘛 不是去公司吗 我认识一个老中医 赶紧去公司吧 我还有事呢 秋元 你赶紧把你的这鼻炎 病根给我治好了 不然的话 你别跟我去公司啊 别闹了 又不是什么大屁的 行了 别废话 这事挺我的 还挺厉害 来 你还挺厉害 你还挺厉害的 阮先生 不好意思啊 请您代销的东南亚的协议 恐怕无法履行了 董系会还没有通过 还好我们只是草签 不过 给您带来的不便 也真是对不起了 我们原室从来不跟人家巧签了 签了 就要执行 我不是跟你说 我是让你转达给一些麻烦的董事 杨小姐 谁在说 如果你为一百个活跃 也可以 我担得起 在每一个四季海浪都向往着露亭 我向往着你 天也中央 收获坦荡 预报向往那是吧 我向往 大肩腔 穿过所有忧伤 你站在前方 和山岗一样 我靠近你的肩膀 我有平凡愿望在 沉默与呼喊之间 今天最香凉 天也中央 受过坦荡 羽毛向往那翅膀 我向往那坚强 穿过所有忧伤 你站在肩膀和山岗一样 我靠近你的肩膀 我靠近你的肩膀